三藩市 白蘭社區基金籌款萬宴 白蘭社區基金成立了已經兩週年 昨天晚上 該基金在華鳳向社區匯報了 在過去的一年 他們對教育 醫療 低收入家庭等多方面的幫助 市府一眾官員出席了萬宴 三藩市前市長及白蘭基金會主席Willie Brown表示 白蘭社區基金副主席呂羅苑文表示 因為三藩市生活資料太高 住屋房間比較緊張 所以我們希望藉著白蘭社區基金 幫助有些需要住房屋住所的方便 我們可以幫得到就幫 三藩市市長布里德 倫敦·布里德 連同一眾市府官員參加了昨晚的籌款萬宴 他們為獲得獎學金的學生頒發證書 在過去的一年 白蘭在學金 鄉六名華裔學生頒發了獎學金 世衛學生之一的鍾俊文表示 不需要父母負擔那麼多 他們犧牲了很多 為了我和我哥來美國 今年他們輕鬆很多 因為他們連二老和他們做的工 都是藍靈的工 今年 白蘭社區基金已經籌款超過40萬元 來支持獎學金和華埠社區 天下維持記者 呂健錦 報道